欢迎收听 古风穿越爆笑言情剧 第一交 第195集 进宫 昂首挺胸 熊嬷嬷摆出一副桌间的姿态 抬脚进屋 一脚跨进屋里 瞧着空荡荡的外厅 熊嬷嬷冷声道 人呐 雨落不计长青答话 肃清幽凉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放肆 熊嬷嬷眼角一抽 错得看向里屋的门 真在 不可能 长公主怎么会骗太后呢 挺了挺腰杆 熊嬷嬷朝里屋方向导 奴婢 奉太后娘娘和陛下的命令 先来探望两位主子 若有不公之处 还望见谅 苏清穿好衣裳 扯了礼物的门出来 一眼看到活生生的苏清 容嬷嬷惊呆了 苏清沉着脸 走到容嬷嬷面前 手起掌落 啪的一巴掌 打到容嬷嬷脸上 不见谅 十足十的力气 差点没把容嬷嬷老塞牙给打落 脸上挨了火烂烂一巴掌 容嬷嬷终于缓过神 人真的在 天哪 那宫里太后该如何收场 容嬷嬷惶恐地看向苏清 知道苏清的脾气 更担心太后的脸面 丁眉垂手 大气没敢多出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挨打 太后娘娘和陛下挂念九殿下的身子 夜间难眉 故派老奴前来探望 打扰了九殿下和王妃安寝 是老奴做得不妥 老奴知罪 要多功顺有多功顺 雨落 容嬷嬷将腰弯得更低 既是殿下和王妃无碍 老奴便回宫复命了 也好让陛下和太后娘娘心中踏实 说吧 公公渐进一幅 老奴告退 容嬷嬷转身就要走 确实才转身 就差点撞到一堵墙上 嗯 准确地说 就是她转身那一瞬 浮星暴毙 冷眼冷脸 闭在她面前 容嬷嬷嬷低着头 一下撞到浮星身上 错抬头 容嬷嬷不解地看向浮星 浮星手起掌落 啪的一巴掌 落在了容嬷嬷另一半脸上 失足实的力气 容嬷嬷震惊愤怒地看向浮星 王妃打我就算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浮星耸肩跳眉 轻飘飘道 只是单纯地想要打你 长青 她以为浮星的台词是 王府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没想到啊 容嬷嬷 她在太后跟前坐一坐府久了 除了之前那顿板子 今儿这俩巴掌 是她近几十年来受到最大的屈辱 捂着火辣辣的脸 容嬷嬷心头疼得窜起 一股焦天灭地的怒火 转头朝苏青道 王妃 老奴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怒气之下 语气也猙獰许多 苏青进逼一步 双目阴凉 死死地盯着容嬷嬷 所以 长公主到底说了什么 质问的语气铿锵有力 气势磅礴 快速又凛练 宛若两军对峙 这种战场上磨练出来的强大气场 其实容嬷嬷一个深宫奴婢 能扛得住的 想都没想 脱口道 公主什么都没说 说完 容嬷嬷糊地反应过来 好像哪里不对 就见苏青转头朝礼物道 果然是长公主在宫里呢 咱们也去吧 雨落 容恒穿着一身牙白色的长袍 从屋里出来 万分宠溺地看着苏青 好 说吧 两人谁都没有再看容嬷嬷一眼 肩并肩 抬脚朝外走 容嬷嬷顿时傻眼了 王妃和殿下要进宫对峙 那太后如何是好 眼皮一跳 容嬷嬷恨不得再给自己一嘴巴 殿下王妃留步 请听老奴解释 长公主并不在宫中 真的是太后娘娘挂念九殿下的身子 容嬷嬷话未说完 就被福星从后面 像提小鸡一样拽住了衣领 有句话不是叫死地无银三百两吗 你还是别费力气了 越描越黑 说吧 福星手一松 蹦蹦跳跳朝苏青追过去 容嬷嬷 从容恒府邸到会妃请宫 容嬷嬷一路胶着的 险些将自己自然了 会妃请宫 苏青和容恒一脚踏进去的时候 太后和长公主 顿时双双错愕 太后眼皮一跳 看向长公主 什么情况 不是说人在三合镇吗 长公主 一只沉默的会妃 忽然激动地站起来 直扑容恒 恒儿 你们回来就好 吓死母妃了 说吧 拉起苏青的手 没事吧 三合镇那些人 没有伤到你们吧 一面说 一面疯狂向苏青使眼色 苏青 担忧又感激地看着会妃 生怕她一个用力 把眼睛给挤爆了 安抚地拍拍会妃的手背 转瞬 苏青一脸震惊 母妃 什么三合镇 人生如戏 全靠眼睛 世界欠我一个奥斯卡 贵妃同样震惊地看着苏青 你们不是从三合镇来的吗 长公主说 你们被人绑在三合镇了 吓死我了 一脸的心有余悸 苏青 好吧世界欠你一个 后宫的女人果然很强大 短短几句话 惠妃把最关键的信息 透露给苏青 就算苏青今儿 不从三合镇回来 有这几句话 也能把现场的情况 摸个七七八八了 目光优良地扫了眼长公主 苏青看向荣衡 荣衡朝皇上做一行礼 目待困惑 父皇 儿称和王妃一直在府中 怎么会去三合镇呢 谁传的谣言 顿了一下 荣衡忽然一脸恍然大悟 看着皇上又看看太后 所以 荣嬷嬷方才 不是去探望儿臣 而是去看儿臣究竟在不在府里 语气里 带着受伤的暗雅和委屈 皇上眼底微颤 胸口一抽 一张脸刷的就冷下来 看向长公主 长公主 明明收到了绿色的信号弹 苏青和荣衡怎么会在府里呢 一眼看到苏青和荣衡 额头上的大包 长公主心头一动道 荣衡头上的伤势怎么回事 荣衡抬手 摸了一下额头上的包 不大高兴地朝长公主道 姑母还是先告诉侄儿 到底是谁在散播谣言 十二大半夜的去三合镇做什么 不急长公主说话 惠妃就到 长公主说 是轻而在三合镇大开杀戒 被三合镇的斗甲给控制住了 中恒惠的脸一黑 苏青眼角一抽 震惊地看向长公主 所以您觉得几个普通老百姓就能制服了大开杀戒的我 众人 这话怎么听着有点别扭 皇上微微汗手 就是 镇的紫荆将军 岂是几个百姓就能制服的 所以从最开始 他就不相信 就算苏青大开杀戒 也绝不会被制服 已经传完话的福公公立在皇上身侧 扶植心灵地看懂了皇上的神色 福公公顿时眼珠向上 无力地一翻 点赞评论分享是最好的催更方式 更是我们的动力 我们下期见